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晚安, 欢迎各位兄弟一节的节目 我一直看到时有可能到10点半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一向都会 本来星期一我就会避到9点半到10点的时段 但第二呢, 我送过电脑去初步检查之后 要送回Dusseldorf才可以 所以就没办法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明天只有国庆日 国庆日是假期 加上我应该就 这一两天都不会回到Dusseldorf 所以就没办法 甚至回到Dusseldorf之后 可能是要用一个禁时的系统去进行合影 但都可以的, 某程度上 因为这个Temporary System 我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 基本上 因为我都可能要做了一些换机的工作才行 但anyway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梁振英 梁振英今天就提出一件事 就说估计港商去投资新疆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靠海 但我觉得这个绝对是靠海的 就是梁振英提倡香港人去投资新疆 因为当然他提倡香港人去投资新疆 原因第一, 梁振英想被人制裁 他就很明显的 因为他被人制裁过之后 他就好像习近平就更加会重用他 因为他就很明显的 他就很明显的 他就不在基于英国或者其他国家 他就在基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 所以他就不会不断地出卖香港人 但另一件事就是 北京也是某程度上 困香港人不懂政治 不懂制裁的意为 什么都可以质质博物多国 他也都某程度上 他希望能够 好好北京的一个做法 解决北京的眼前问题 因为现在的眼前问题就是 美国的制裁法之后 其实新疆的产品很难出口 总之你都不知道新疆 是任何made in China 的东西都不能出口 那新疆的维隐费怎么付呢 这麽大笔维隐费 你不是一般 你要对付这麽多身家维吾尔人 和欺负客人 你所谓的维隐费 再加上你中国的贪污这麽严重 你使钱的efficiency很低 你不会是一下两下的钱 是很大的 所以这麽大笔维隐费 那麽大笔维隐费 那麽当然 如果是梁振英提出 大举投资新疆 其实就是用香港人 剩下的钱 去交维隐费 所以说这个人 是不是好人 还是不是好人 梁振英之前 老典过中国的地方财政 令到中国的地方财政陷入 这个金融陷入的規定 因为土地为本 不是以一个税收 或者是收费为本 好了 现在老典完一劑 是老典第二劑 他的名字 为什麽叫振英 我就开始明明了 他现在真是振兴大英 他不是振兴中国 因爲你这样 港资投资新疆之后 整个港资就被揽炒 但是钱就落了中国袋 接着就跌倒了 这个就是那个结果 所以我就劝那些港商 千万不要听梁振英说 不可以投资新疆 新疆绝对不可以投资 你投资中国本来已经不行了 但是你投资新疆 你是在死定 Much more than 就是说不行 不可以 是正在死定 你很可能要面对的后果 是非常严重 很可能是 你所有的生意 全部断清光 你介绍你中国的出口市场 就是中国的市场 是否有消费的货 当然不行了 就是你听到它的漏点 完全是傾家荡产 但是傾家荡产完之后 这条狠狠会不会负责 我告诉你 是不会的 这条狠 他跟这些业狗是一样的 是怎样的 讲完东西 是不会负责的 这个大家要记住 这件事是非常之 我觉得是很恐怖的 一件事 我为什么说 梁振英 这样叫港商投资 新疆会被攬炒 就是 你知道美国已经有一个法律 就是什么 任何 product 你解释不到 是不是新疆製造 就 会被 现在梁振英这样说 其实他想玩一个 trick 就是因为有很多港资公司在新疆 大家表面上又不在新疆 你做到就是一大堆 新疆的货品 用一大堆香港公司作为掩护 出口到美国 或者其他欧盟国家 那你就解决了新疆维绕费不足的问题 因为新疆赚的钱 基本上是维持维绕 然后是可以清洗维吾尔人用的 这个是他们的 这个是他们的 和养的五毛 这里肯定有些五毛在这里 不用说 必然的 这个 你说没有五毛 我就不相信 但是 美国也不是傻的 当一个人正公开 这样说 以后 美国是会 与此同此 会作出反应 美国就会 如果美国会发展到 我压述所有中国货品 都是 美人新疆 那你就玩完了 现在美国未去到这样的招数 是 因为美国商界有点点压力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 这个招数 未去到有足够的证据 去到这样的招数 就是 现在是 很明显 你和新疆有关公司 比如 我知道你的电话簿 我知道你有新疆厂房 那么我直接对它 但是如果你不是直接的话 有很多时候你偷偷搏 但是如果你 梁振英金都那么明 那不用这样 那我至初 我相信所有香港公司 都是 和新疆有关 你不用 如果我不是 我相信所有中国公司 我相信所有香港公司 你都会死 这更快 这个是摧毁香港 如下工业家的最有效做法 所以你说梁振英是否好人 絕对不是好人 这个人是不需要听他说的 这个人应该是 甚至他那些走狗 那些用学期 那些是要 直接是要 要追狗一条街 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这个人是 说了一些 他说了一些 其实他是很有反社会倾向的一个人 梁振英 因为他觉得英国人对他不好 他接着又怎么样 他就做很多事情 是要故意 搞狗香港人的 你见到 为什么香港 所以国际地位 从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就是由梁振英上台开始 让香港失去国际地位 然后梁振英搞了一祸谱 搞到反国 搞了一个大规模抗争 北京都不敢再用他 北京就是自己 怎样 升起上恒台 接着找一个 拒提北京的林振月娥 那林振月娥就更糟糕 因为你梁振英那种糟糕思维 定开了 一路发展下去 你就没有变 你就没有变 你就不能扭转 那结果就怎么办 香港就死了 你千万 香港 港商投资新疆会被碰筹 就是因为 美国会做事 美国 美国 拿完梁振英这个说话 他就会开始 解设所有香港公司 都可能和新疆有关 或者至少和梁振英熟的香港公司 和新疆有关系 都不死 我真的不明白 当然梁振英故意说出来 就是纯粹为他自己的 就是那样东西 最后对中国有没有好处 他都不在乎 他只是在乎他自己 我想这个就是能够升官发财 是哄到习近平开心 我升到不止是政协副主席 他可能要人大副委员长 甚至一些国务院 一些有实权的位置 他就不甘心 因为对他来说 他不跟董建华 董建华老实说 他退那时 他脚痛那时 他真的好过懵懂 他说他可能是痛风 董建华身体是可能痛风的 他脚痛那时 老实说 他现在都行出奏目 说真的 现在那个无传闻 说董建华究竟是不是人间 不知道 但是至少 董建华退那时 他已经人生已远 但是梁振英不是我 梁振英人生哪里完 梁振英人生未完 梁振英 他仍然觉得自己大敢霸世界 但是结果是这样的 你想不到什么结果 所以他就会不断地 作强调 不断地出些屎子 你说他 不甘寂寞 但是他说这些 是绝对会害死人的 因为他仍然是 身体 他不是no body 梁振英未到no body 这个地位 他no body 我都毕时 一阵接门对他 吊架他 但是梁振英 你讲得这样 其实我觉得 英国也好 或者美国也好 已经不是因为 他是香港问题上 要制裁他 梁振英公开 叫香港商人 去投资新疆的话 其实应该 把梁振英 都连着陈奕迅的人 一起落后 我以前很喜欢 听过陈奕迅的歌 但是老实说 我现在我都主张 要把陈奕迅落后 你陈奕迅 你搞不清楚 你对新疆民的立场的话 你知道吗 You deserve it You deserve it 你不用再做歌声 我为什么要再给你做歌声 新疆是genocide 这件事是 是一个黑与白的问题 是没得谈的 这件事 何况你是懂政治的 你唱这么多歌 跟政治有关的 你说你不懂政治 No one fucking should believe you 你很多歌都跟政治有关的 你不要说你不懂 你什么都不懂 你还要你的老爸是公务员 所以是贪官 所以没有的 你现在英国 如果要制裁名单 你如果香港的官 你还没想到怎么制裁 你至少有关新疆 应该做的 因为新疆是很清楚的 新疆 就是哪些香港公司 涉及新疆的 制裁的 那些好像梁振英 陈奕迅 这些很高调地 是跟英国有关系 但是也都鼓励一些 人 鼓励一些港商投资新疆那些 不用说 先制裁了 对于这些人 我一定不回香港 所以我没有什么担心 这些人是要制裁 他的关联人物要制裁 至少令到他 当然他可能制裁了之后 他升官发财 不要紧 他要升官 他在北京升官他的事 他在北京升官 升官 升官完之后 你看他做了什么 他升联官之后 反正现在习近平族 习近新的观 你得罪了他 他就送去巡城 他要升 他就没所谓 但是我们 这个意思 就不是说帮他升官 我们的意思 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这些人 帮忙全联系 就是应该被制裁 应该他们 不应该再有权去英国 不应该再有任何英国的财产 不应该再享受英国的联合服务 美国都不好 就是 那你整家 你 为什麽 陈奕迅又人被制裁 我看看他还可以买多少名牌 给他老婆 不知道 他这麽贪蜜 就是他老婆 大家都知道 他老婆 多大小 这个看余乐新闻 很多都知道 但是你说 梁振英 就是要警告这些 拆中共鞋拆到不用负责任的人 你够 有些 你拆中共鞋 如果你拆到 直接是帮手 是涉及尊重的 这个 我想西方没有有事 就是你说香港问题制裁 英国还要想 怎样做 但是新疆制裁了 不止一次 其实是不需要再思考 究竟那件事 应不应该这样做 不需要的 这件事 英国朝野应该有很清晰的控制 如果他是英国人 甚至可能是怎样 如果查到他的英国国籍存在 甚至可能 虽然我觉得梁振英本人 应该没有英国国籍 梁振英本人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信中国国籍的 因为他做特首的时候 应该是要提交那堆证书 但是你说他老婆 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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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认为他 会退到本英国国籍 或者他的儿子 我认为他退到本英国国籍 这第二个选择 就把他移动了 这些 现在梁振英自己 举头出来 自己说 你请你制裁我 你可不可以计算他一程 很简单 这个人 在香港 现在政坛 没有影响 一样的一回事 但是这个人公开支持 专业实力 就要动他 也没有程度上 是要报复的 因为今天香港一个人制裁 搞到完全失败 哪个人的责任 那些责任 那些责任 因为当年搞出了反国教 对不对 你防部队那次的言论 一路去到 一路去到 落任的时候 但是 差不多香港 遮打革命 反国教 或者说 DBC 什么侄都有关 如果没有人阵营 我会想 很多人 包括我 都未必要 离开香港 或者 要 搞到 讲政治 讲到什么 其实你变成 在迫害那些人 你猜我不能知道吗 梁山 没有事 这些事情 你有那么爱封流 就有那么爱折舵 OK 你应该 当然你会觉得被制裁 是光明的 这些事情大家都要 他会觉得 我被制裁 我以光安为卫国医生 甚至成为自己的政治资本 因为 梁振英的人是似丁太的 他这个人是没有良知的 这个人 不但没有良知 是面皮极厚 他的厚度是一个 你想象不到的点 所以 这个人是不同的 这个人 这个人不是说 以前那些 一般人 不是 好的 如果 梁振英面皮那么厚 那怎么办 Sansion 当然不够 其实 他这些 鼓吹Genesis 这些这样的行为 其实国际上 是有个共识的 你鼓吹Genesis 当然 制裁是一件事 但其实 应该 这些 systematic 的 ethic criminalizing 就是 种族清洗 这些涉及这种清洗的人 应该 是 将他列为 一个 criminal 就是 你不单 帮过纳税 应该做criminal 就是 好像之前 加拿大的议章 请过 帮过纳税 的Ukrile 实际上 他抵抗普京一回事 但是如果 普京用的名义就是说 你 Ukrile 一加纳税 那是怎么出兵的 没有可能 请过 我 帮纳税 这个纳税 背景的 SS Ukrile 人 看他 真的没有什么 我觉得 加拿大政府 真的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 新低点 就算我作为 德国人 都说 责任司机 肯定不是纳税 因为他是犹太 但是 你 当年 Ukrile 我不是完全 一件纳税 都没有 又不是我 这件事 大家也要 记得 当年 有Ukrile 也有Russian 是加入纳税党的 我一定要说得很清楚 很清楚 但是 这件事 我这样看的 Sansion 是不够的 Sansion 对某些人来说 可能仍然是唱歌的 可能对形象 Sansion 但对梁振英 也未必很想 那应该是 Fluerder 等于哪里 都不用去 是Criminal 因为这些人 因为如果国际社会 你不说明是Criminal 这些中国人 仍然觉得自己 那种 踐踏 维吾尔人的行为 是没问题的 其实在我眼中 那种 就是说 习近平那些 对维吾尔人的态度 的原因就是 我想他比以前 他比以前 比以前的 共产党组的 那些人 因为维吾尔人 某个程度上 都帮共产党打江山 因为维吾尔人 可以选择加入蘇原 整个新疆 如何拼入蘇原 没问题 但是他没有 因为那时候 蘇原觉得 新疆 中国都变成了 蘇原附庸国 我为什么要 吞命新疆 他没有意思 他没有想过 他没有想过 所以 李优塞福 这些 中共元老 中共元老 不如有维吾尔人 解放军里面 有相当部分 是维吾尔人 有些维吾尔人 觉得 是 投靠中国 比较投靠蘇原 但是蘇原 真的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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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的 你跟斯大林 不如跟毛泽东 算了 而且 你说文革那些 都没有去到 对汉人的破坏 都是大很多的 但是 习近平 就是一个 以为自己很大的 一个 习近平 是一个 大北老主义者 去到今晚 之后 他是 二和团 那种思维 所以 就是很恐怖 所以 我就 这样看 就 梁振英 这个 情况 我就觉得 不 就是 这个sension 是不够的 其实是U.S.S.T.M.A.T. 送一些中国的官员 或者共产党 也好 在网上提倡 就是如何 中国专业 没问题的人都好 送去criminal 这个才能够 就是 你 当那五毛 在海外 或支持 身家专业 没问题 你会发现自己被人 被人抓 坐了几年监 那时候 那班人还这样 这些不是canceling 不好意思 这些种族言论 是不可以给的 其实 过去的 美国人对言论自由 那种高度开放的态度 是有group hold 如果大家都 如果真的 譬如 你讲到那么尽 他又讲到那么尽 大家都没问题 那就OK 但是问题 你讲到那么尽 不得 你接着中共 收买了那些 网络官的人员 你怎么 你讲到 我们讲进一点 就不行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就不 fair 那你唯有就是 你找中共的人搞搞我们 那西方就是怎么 有些报复 就是你这帮 自主张genius 的人 事实上都是有问题的 就全部都抓回去 抓回去坐牢 那我看你google的公司 是变成中立 还是可以帮谁 我就想知道 就是google 这间公司 我也顺便讲一讲 就是 我现在怀疑 白兵和 那些是同一个NCN的 因为google的行为 令我觉得 是同一个NCN做的 就是google 香港那边 是有班人是serve serve 着老共的那些channel 这件事 我是会跟美国那边讲的 这件事我感到 really serious 因为这件事我看到 是香港的决定 都看得很实 你看到 总之 我觉得 等会有两节 有一节我就会讲 就是国际疫苟化的问题 接着Derry Caragraph 可能是给德国人 跟着也都可能 我私下做不做到Live 我现在未知 因为用iPad做Live 可能很多Setting 会变得很严慎 但是最大都不是很严慎 最大的问题是 用不到 一部External的 Live的功能 才是最严慎 因为 始终电话是先进一点 都是有个原因 大家都是用硬件 是一样的 现在的iPad 都不弱的 都是M2 跟一部MacBook 分别没有 但是它的OS Handicap 因为MacBook贵 就是因为 它的OS 不是Handicap 是全功能的 OS OS是不同的 就是这样 好了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 next show 香港时间 如果可以做到iPad 就会在香港时间 11点左右 但是如果做不到iPad 可能到2点我才做 因为最多Upload 都慢了 那我先说到这里